学习大提琴 如何进行有效的基础练习呢 今天给大家三点建议 视频结尾还有总结 记得收藏哦 一 注意检查声音的整齐和均匀 整齐与均匀是练习时重要的质量要求 我们能比较轻松的听出声音是否整齐 但是我们通常只注意时间上的平均 而忽略了音质上的均匀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可以做关于手指的落指速度 抬指时机等动作的练习 这样的练习也能锻炼耳朵对于声音质量的辨别能力 二 注意改毛病 每个学生都会在演奏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毛病 比如指尖关节塌陷 手腕过低 肘部摇动 手臂过度紧张等 对待这些毛病 一定要集中在基础练习中解决 而不要在乐曲中揪住不放 因为只有在基础练习时 我们不用看乐谱 可以耳眼并用 这样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 在基本练习中形成了好的习惯 自然会体现在所有乐曲的演奏当中 三 讲究练习方法 要改毛病 就一定要对症下药 不讲方法的练习是在浪费时间 基础练习不仅开拓我们的手指基本功 同时 也开拓了我们大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左手不灵活就要找左手的练习方法 而不是盯着又手练 每天专心练琴 持之以恒 你一定会有收获 你学到了吗? 下期我们接着讲大提琴练习的基本要求 不见不散哦